就是輸入幾年之後,它會先清,所以我先呼叫一個清除 先清除,否則會留下剛剛像剛剛的狀況 所以我先call計算清楚 然後輸入看幾年,15年 然後enter一下,15年就ok了 然後看設定一下利率 利率比如說是到3% 到2%好了,ok確定 幫我算一下 如果我存了60萬,ok自動就產生了 當然最好是可以集中在一起 一次就全部完成了 三個步驟,年,利率,金額 或者你可以Input Box三次 有沒有,跳一個,跳兩個,跳三個,可不可以啊 那三次有點像精靈式的 它填完自動就跑出來 所以你可以再把三個按鈕 其實可以變成一個按鈕啦 沒有問題,就看你的邏輯怎麼樣比較方便 ok 或者是說,最後一般比較專業一些些的話 你可以怎麼樣 再切到那個visual basic裡面 各位可以看到這邊有個表單有沒有 表單裡面的話,你可以類似像做出類似像這樣的一個表單 比如說呢,把它集中在一起 那最後的話會有個什麼定存四串 好了,然後存款金額 那這邊也可以下拉,讓它可以選 用選的比較不會錯 因為有時候有些使用者亂亂輸,輸入錯就麻煩了 然後利率多少 它最後可以再加個多少幾%之類的 後面加一個% 這個可以再加一下 按確定 這金額有沒有 按確定自動幫你跑出來 不就更完善了 對不對 不過這個做表單對各位來說是大概會稍微陌生一點吧 因為大部分同學應該都不是這個工程師背景 所以這個恐怕還有點難度 所以我們簡單跟各位解說一下好了 如何製作一個表單,把你剛剛的片段的功能集中在一起 那這裡的話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一樣,切到我們的Visual Basic裡面 那原來模組,模組的上面如果要加表單的話 記得哦,直接在任何一個地方按右鍵 會有一個什麼呢?插入一個什麼? 制定表單的功能 OK,點下去 這個時候的話,各位可以看到 就會在表單這個地方會出現什麼? User Form 1 並且在這邊出現一個表單 這個表單的大小由你自己決定 而且什麼時候出現也可以由你決定 比如說我常常就是說 當工作表怎麼樣 一啟動的時候 我就跟著 工作部打開 Israel檔打開了之後 順便把這個檔案也順便叫出來 那大小的話由你決定 比如說像這麼大,大小自己調一下 再來的話,把這個名稱改一下 這個名稱直接在這個地方 下面有個屬性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邊有個屬性 我們的屬性 Name的部分把它改一下 叫 Home好了 因為我剛剛已經有叫一個Home Home2好了 OK 你會發現 表單這個名稱就會被更改了 這個名稱是寫程式的時候 你要呼叫 要把它叫出來的時候 這個是它的名稱 再來的話 它的左上角會有一個 這個算標題 這個標題的話 在caption這邊改一下 比如說叫定存試算好了 我把這邊名稱改一下 叫定存試算 OK 你會發現再加上去 再來的話 我們要在上面加什麼 加一個標籤 標籤的話是大A 拖拉一下 比如說讓它知道說這個地方 就是一個標籤 那caption地方的話 直接改叫什麼 請輸入存款金額 讓使用者知道 這個地方是要輸入什麼 存款金額的 OK 那這邊的話 輸入上去之後的話 字的大小 由這個屬性 縫的屬性 去更改一下 大概改成12號字吧 那顏色的話 從什麼 4color 有沒有 字型 顏色 顏色 如果你不希望這顏色的話 調色盤一下 改成紅色好了 比較喜目一些些 向右一些 把它拉一下 請輸入存款金額 那旁邊的話 你可以讓它輸入嘛 所以旁邊的話 可以給一個文字方塊 再拉一下 OK 好 這個地方的話 這個存款金額 然後再來的話